呃 其實就是這次八天城邦的事情 我們大家聽到當然心裡都會非常難過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心裡難過的同時 如果加油打氣我們希望可以鼓勵他們之外 我們其實也還在想說好接下來的附近的路其實很長 然後大家需要的陪伴都不是只有現在短時間 可能一兩個禮拜內好像加油打氣就有用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把這當作是一件你需要去長期當戰的事情 那不管是家人也好或者是醫護朋友們也好 我們希望都可以有一些幫助 然後不管是給大家心裡上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度過這樣子的難關 那當然也希望這些傷者可以堅強 我們當然知道這真的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希望朋友們然後都可以給他們一起加油這樣子 讓他們可以撐過這樣子的難關 對 有一件接觸過什麼樣的事情 你怎麼怕那個猴子老師的事情 我覺得別人的事情就不需要我們來評估它 我們還是不要管人家的 對 假如說我覺得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是 很多是值得關心的事情 對 那Ella可不可以講一下城報的事情你怎麼看 看到的第一眼真的是我看的那個畫面我真的是在尖叫 我覺得非常的可怕 然後更何況是在現場的他們 然後現階段是非常關鍵的時刻 尤其是在整個治療的過程 因為我覺得燒燙傷的那個病患 他們跟一般的受傷的那個狀況有一點不太一樣 他們要隨時注意他們身體的水分 然後還有他們也要吃得健康才有辦法度過這段時間 所以幾乎每一刻對他們都是最重要的一刻這樣子 那意志力就非常的重要 對 他們的心理的狀態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們可以得到很多大家的幫助 因為其實現在看來有很多人真的都很願意伸出援手 然後不管是在物資上面或者是財力上面 大家都很願意幫忙 可是這真的是一個長期抗戰的事件 因為他們不會是在這一兩個禮拜之內就會好的 這可能是要兩三年 甚至心理上面可能要十幾年的心理建設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收起那些批判的心情吧 我覺得不要再有那種太負面的那種評論啊或什麼的 給予更正面的力量 然後讓他們可以度過這次的難關 那像其他一些藝人會有過曲 過歌 就是會他們加油打氣 然後有些人有錄影跟錄音 那艾拉這邊有沒有想說會發起什麼樣的互動 像君妮娘說她的席子好像辦什麼互動 這個部分我們是沒有想到 可是其實能做我們都有做 比如說像歌迷私底下私信我 然後告訴我們說有些歌迷 他們也是粉塵爆炸的受害者之一這樣子 那我們當然能做的就是錄音打氣給他們這樣 然後未來 因為畢竟我們也曾經經歷過類似這樣的事情 身邊的人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提供的資訊 跟提供的嘗試可以跟他們分享 對那請大家也不要害羞的來請教我們 對我們能做的一定會盡量幫忙做 那我們那天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錄音聽 有啦可是我們也是私底下這樣子 對 還是不太希望就是 我覺得現在新聞比較需要的是 他們在醫療上面還有未來的路缺少的是什麼 對 這些討論 而不是說 誰做了什麼 誰又做了什麼 對 然後我會覺得這是 很容易就會像以前一樣變相成為一種 好像大家都要捐錢 大家都要拿來做比較 誰發表了什麼事情 誰做了什麼事情 誰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這不是重點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把這些事情 都放在這些傷者的身上 要怎麼樣讓他們可以 復原 好好的復原 然後他們的家屬跟醫護人員 大家可以怎麼樣齊心協力 一起度過這樣的難關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對 嗯 謝謝 謝謝